人上帝就不过 好像这个是流水沖沖的 半区的你们 你们姐妹 我知道 9点15分呢 确实是有点 对于我们每个人说有点早 礼拜天我们都想休息一下嘛 所以我们可能是要 我们可能搬到流上去 那么现在我们在装修当中 那么我们大概 不知道多长时间了 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吧 大概我们就把时间改一改 改一改以后呢 可能这样的话 对大家更加努力一点 那么我们就从十点钟开始了 可能是在两个礼拜以后 好 弟弟妹 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神的殿的时候呢 我们上帝的殿的时候呢 就说我们的殿 这个殿是不是building 还是上帝在我们当根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公公公亲亲一对 moet somebodyet 帮大家的殿 监量的带着一个恭敬的态度 对我弟弟妹 我相信今天 我再有个姓賴的朋友 不是姓賴的朋友 是wolf的granddaughter 这是第一次来说,我们也欢迎她,看到她长大。 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要提到我们去导。 很多很多,我们如果想起来说,比如说我们的国家,美国,还有是我们的主家中国,还有是我们的主家旁边的朝鲜,还有美国跟朝鲜的冲突,好多好多。 所以我们想,记这句话,记这句话什么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个人,如果他能够高主义,夸上帝的时候呢,他就一定是我们的。 因为这个是上帝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允许。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当中,或者是在中国,在其他地方的时候,我们一定有冲突的, 因为你们记住在别人的祷告当中,去欺骗他们。 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真的是要好好的,为那些很有心肿的那些朋友,朋友姐妹啊,或者是我们的父母啊, 为了祷告帮帮他们呢,真的是能够早一点归到主的名下。 那么这个神的家里的事情,大家都放在导致导致,一定要放在导致导致,那个是很重要的。 那好,我们这部是,我也为我们的奉献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文福的一个条件。 这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人事过渡的话,凡是贫穷。 中国有个句话是什么呢? 过路财神呢? 过路财神是什么意思说? 好像在你旁边走不过,但是一下子就可以过了。 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上帝都在里面。 当然当我们出现的时候,不会养群的。 这个是神的允许,一定会的。 那好,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祝福。 不,我们在这里是,把天地美,把我们的奉献,把我们金钱的奉献,或者是我们实践的奉献,把我们的心都摆在里面前。 求你用我们,也用我们所奉献的金钱。 那是批千玺,你有一个啥去啦? 不是这个的,你是尽大的神。 当一个人能够看到了永美的时候, 当一个人能够去寻找别的人etchup Вас。 一个人归到见面上的时候是何等何等无欲? 众佛呢是,这个是天大的正理。 主持人看不了。 那是有时候,没视 Blessed 让他们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 但是如果人被神医治 被神的心 被神的手一打开 祂灵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服 祢就会转过来 医治我们 带领我们 父神呢 今天的教会 我们把一切都交回祢 从开始到末了 祢的话语 求祢亲自的祝诺我们的心 我们见到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继续来读那个经文 这个经文是在哪里 这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十三节 约翰福音说 将说犹太人的月节进来 耶稣就上耶路上去 然后呢 他看见店里面有麦流洋各自的 也有托换银钱的人坐在哪里 耶稣基督就拿起绳子 做成鞭子 把流洋都赶出店去 倒出了扑换银钱 自然的银钱 推翻他们的作者 你得可以推翻他们的作者 很有意思啊 那么好 那么 耶稣就跟他们说什么呢 对于是卖银子说 把这东西都拿去吧 不要把我 把我做的店当做做买卖的地方 他们都想起经上所说的 我为你的店心里造之如同火烧 二十三节 当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行月节的时候 许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 就新了他的名 这是二十三节了 有人看到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 就新了他的名 那么耶稣基督有什么反应 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反应 耶稣却不将他自己交托他们 因为他知道万人 听你们想一想 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把他自己交托他们 为什么想想万人 他们做了什么事 或者是没有做什么事 听你们听我再讲 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把他自己交给他们 是他们做了什么事得罪上帝呢 或者是不做什么事得罪上帝 耶稣基督不把他自己交托给他们 听你们放在脑袋里面想想想想想为什么 到底他们做什么事 或者是没有做什么事 耶稣基督不要他们 那么第二个二十五节什么呢 他也用不着水 耶稣说也不用着水 坚持怎么样 因为他知道人的心里面所传达 听你们把经文放在心里面 等下我们在一路一路讨论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会明白 今天我们基督说什么 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唯一的没有其他 没有其他就是今天的大纲啊 神童种种 那么神童你们都听过了 特地功能就是神童嘛 还是很年轻的师兄神童嘛 那我告诉你们一些故事 故事挺有意思的 这个是在韩国有一个 我们说天寒地冻的晚上 那么原来有一个双目失明的小女孩 baby 小baby 被他们的父母所遗弃 丢在街头 这个女孩很小 小baby 喝奶而已 那么有一个坐在轮子上的一对夫妇 他是有车祸 他那个残废了 然后呢他们两个的鼓起勇气 很勇敢的就收留了 这个天宋寺瞎眼的孩子 那么听听听听 这个被遗弃的孩子 跟这对夫妇 他们都是有同样悲哀难过的人生 很艰难对不对 不过这对夫妇 他坚其行善 然后呢这个瞎眼的孩子 这个瞎眼睛的孩子 很可怜的孩子 是从天而降的一份礼物 这份礼物是从永生的神而来 听见没 如果我们说是永生上帝 所送出来的孩子的一份礼物 到底是不是最好的礼物呢 到底是不是最好的礼物 听听听没想想 当然你一定会说 我一定会说atif 一定的时候 一定就是的 听听听 好 这一个三五十名的孩子啊 他要不想起什么呢 详醒主耶稣基督一字 生来瞎眼的人 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 第一到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蛮有意思 但我读的时候 我好感动 耶稣基督过去的时候 我看见有一个人 然后呢 这边呢 天生是瞎眼的 你看那眼睛的眼球啊 他生出来都瞎了眼镜 然后呢 你看看这门徒看了以后 哎呀 这个人很可怜 我们就门徒乎喜欢说句话 人有多可怜 一定有多可恶 所以门徒就问这个语 问这个问题 达比阿达比 这个人生出来就瞎眼的 是谁犯罪 是这个人啊 还是他们的父母 天天妹 耶稣基督怎么样回答呢 怎么回答呢 怎么回答 耶稣基督回答说 也不是这人犯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罪 乃是要在他身上显著神的座位来 耶稣基督就说什么呢 说 我是 我在世上 我是世上的光 一下眼 但是我是光 你看到我以后 眼睛就会打开 你就会成我的宝贝 所以说 刚才说 要拥有她的灵智 拥有上帝 好 天天妹 这个女孩子慢慢的长大 三岁 四岁 这个招牌是女学照片 同样的 这个女孩子 不单只是一份礼物送给 送给这对可怜的姑父 所以说 更重要是什么呢 是要荣耀上帝的名字 那么我们说 她荣耀上帝的名字 你看她的眼睛都 连眼睛里的眼球都没有啊 怎么要去荣耀上帝的名字呢 后来这个女孩子呢 天生 对音乐 不得了 不得了 所以在音乐界来说 听她为什么呢 说说是现代 现代版的神通莫测妥妥 你看看这个照片 我都挖一个照照片 在YouTube里面看她的表演 她的表演 不得了啊 这个小女孩 那么小三岁啊 她的表演 不得了啊 不是一般啊 好像莫测妥一样啊 这个女孩子天生是蒙的 双目失明啊 但是她却拥有什么呢 令人惊讶的音乐天才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女孩子从来都没有上个课 没有去找钢琴老师学钢琴 没有 一点都没有的 但是这个女孩子有些特点什么呢 她耳朵一听 她马上就会弹 而且弹出来呢 跟一些灵师弹的一样 如果那个人有多厉害 她就马上就会弹多厉害 如果那个是妈妈咕咕的钢琴式 她也是弹出妈妈咕咕的调子啊 如果你找一个是莫测妥来弹的时候 她就弹出莫测妥那种的水平 双目的神很奇妙安排让她在电 整个世界里面电视 很多电视里面都去表演啊 她是什么一个世界的文明的 她的故事 她的生命的故事 让很多很多人都流眼泪 双目的女孩子呢 她所谈的歌曲 还有很多不同的歌曲啊 那可能说 你们有看电视 我也有看电视 为什么我看到你看不到 你想想啊 对不对 你想想吧 是不是你是看韩剧而已 我是看韩国的电视 看这个节目啊 可能昨天说双目的 不要看电视 我说Mensu'ski 那个生命师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对我原证一点好处都没有啊 我不看的 你觉得我一点都不看 如果我看的话 我看一些有对我们的证 有点帮助我就看 她非常当中 这唱柔诗歌是什么 这首歌 我昨天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感动 人是什么歌呢 她说 你是为神说爱而生 You are want to be loved 你的重生是为了爱,是因为有爱而胜。 那么他们也弹出,是弹出上另一首歌, 他叫做,另一首歌是什么呢?叫做, 《解除另一个国子, Another Fruit》。 这个歌词非常非常感动,也是非常非常配合的生命,很配合。 他说什么呢?说,我因为感谢你,因为我从来不曾知道你的眼泪是何等的宝贵。 这个故事真的是很感动我,我们说什么呢? 这个是不是神通?是的,神通,对不对?是神通。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这个另外一个神通是火车的, 在地上所提到另外一个,那么我们也说他是神通。 那么我们说,这个默契德你们也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 我再告诉你吧,这个默契德小时候,他刚刚啊,他可以走路的时候呢, 他经常都爬到什么地方呢?爬到钢琴上面啊。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想象,他爸爸妈妈是很小心, 哎,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这个小孩子啊,很多时候一弹琴的时候就滚到壁上去, 爸爸妈妈好痛心,他会弹琴啊。 三岁的时候他一手指,咚咚咚咚。 他会弹出最美的歌曲。 三岁的雷妹,在历史上的时候这样记载的是什么呢? 他整天很好奇地弹什么? 弹三度的和谐和言啊。 因为为什么?这个是他就喜欢的音。 这个调子他很喜欢,所以他经常弹弹弹弹。 小岁,三岁的时候就弹。 还有五岁的时候他会弹,妈手提琴,五帅哥。 经常弹架在一起来,一起来弹啊。 还有是什么?这个孩子很有意思,意思是间接在, 他在钢琴上面叮叮咚咚的时候呢, 他爸爸在后面用字来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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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哦,原来他会写歌曲啊,三岁。 所以听到没有,你看这个Volt chart呢, 到了六岁的时候呢,写出第一首的美妙的钢琴曲啊。 那么在靠地曲,到现在的时候啊, 李奇卡特达,这首歌里面很熟识的,很好听的, 六岁写的,很好的,很好的。 然后呢,我们看到什么呢? 他写六岁的时候,他可以显现什么, 显现他对那个旋律,音乐的爱好啊。 还有什么呢?那首歌曲,六岁写的歌曲, 有一点入字的气味都没有啊。 听的时候啊,如果不告诉的时候, 你以为是八十二岁的人写音乐家, 很老的音乐家所写的, 原来他是六岁而已啊,他是六岁而已啊。 所以听解妹这个莫绰德斯, 他不仅是有音乐方面的才华, 啊,真的是一个世上的, 还有天才。 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的是什么啊? 神童。对不对,我们说的是神童。 对不对? 你也看见他神童呢,对不对? 好,听解妹,我们再来跟刚说的音乐故事啊。 讲故事,我们不会顺巧啊,都不会醒了。 听啊,最近的时候呢,在故族的, 有些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挑售的收线。 他们发现到底是谁挑课出来的吗? 好美好美啊! 他这个收线的水平跟一些名价,什么叫名价, 什么Michael Andrew,这些大名价,水平都不分上下。 还有什么呢? 他的手跳课有武术风格,是谁都知道是谁,对不对? 这个造型是谁,大家都去研究研究研究。 他们后来发现什么呢? 发现他们的挑售风格很像什么呢? 十六世纪的有一个人,所谓叫做本林尼。 这个本林尼的时候呢,B-E-R-N-I-N-I, 是1598年生1680年史。 他就是,原来发发是什么? 很像他的风格。 原来发发是什么? 原来就是他的作品,什么时候做这个作品? 你看看那个老人家,七岁的时候的作品啊。 所以你们是不是神童? 是的,是神童,对不对? 你也可能知道他是神童,我们也承认他是神童, 贵多芬啊,还有那个什么,他们都是神童,对不对? 好多好多讲,都讲不清楚啊,对不对? 好,对不对? 现在我们来看看啊,我们去查考中外, 那个中外历史啊,所谓的古清中外啊, 有没有一个神童叫做什么呢? 道德神童,有没有? 有没有一个神童是道德神童? 有没有? 第二点没,有没有,你看我说 那么大家也会问啊,道德神童是什么意思呢? 它什么意思呢? 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刚刚我们说说钢琴的,艺术的文学神童,对不对? 这个是道德上的神童,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怎么样会怎么样? 我就解释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听, 你去想想,到底你的人生当中,在历史记载当中, 在中国经代,或者是以前古代, 可能以后有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神童? 我们来想想是什么意思? 我们说神童,道德神童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啊,比如说, 这个孩子只有五岁,三岁啊, 娘的看到爸爸上班,加班,疯狂赞钱, 疯狂的享受,对球不值生活的时候, 这个小孩子说,爹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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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什么呢? 爹地啊,爸爸啊,君子谋道不谋刺,君子又道不又平啊! 爹地妹,有没有这样神童? 历史记载有没有,有没有一个孩子,他会这样的,把道理告诉爸爸? 爸爸在旁边很惊讶,他告诉爸爸,知道吗? 这个钱不是最好的,有没有这样的神童出现过?没有! 或者是今天我们在中国大陆里面都有很多假东西,对不对? 所谓假东西之中,可以用最低的价钱,最低的成本,卖最低的钱,对不对? 做假,对不对? 卖假东西可以赞取钱财,尽管那个是无意的钱财,对不对? 但是这个孩子就说什么呢? 或者是,叔叔啊,叔叔啊,君子爱财啊,垂直有道啊,做人要真啊,不能假啊! 爹地妹,有没有师父看过一个孩子,五岁的,或者三岁的,讲过这样的话? 有没有?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你告诉我? 另外我们再看看,如果他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是个贝比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是很骄傲,骄傲就不得了 我们也知道,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魔鬼离当你,人也离当你,上帝也离当你,对不对? 然后这个孩子就告诉这个骄傲的人,就跟他讲什么? 他说,你呀,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愿鬼 这是什么意思?说,人呐,在七十岁以后,可能你做事不违反规矩啊,你还是虚虚一点吧? 有没有?有没有?你想想吧! 那么或者是,这个孩子三岁的时候,看见他的亲人死去,对 或者是看到其他人死去,失去的亲人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些人是毫滔大呼的时候,然后他就告诉他什么? 人死不能复生啊,人死不能复生啊,不要肉伤多肚啦! 要敬爱顺便吧! 弟兄姐妹,这些都是道德的概念而已啊! 这个概念,这个道德的概念是什么?是上帝 当年出生的时候,你把这个概念放在人的心里面,还不是高级的那种神的启示,不是! 这个是很普通城市的一种道德的概念,但是有没有五岁的孩子他会讲这句话? 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就说他是道德神童,到底有没有?有没有?你写信也没有? 如果有的话告诉我? 弟兄姐妹,我跟你说是没有啊? No!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对不对? 没有! 反而有什么呢? 有现在的孩子,很小时候的抽烟,你看那样子,真的是像小黑马,或者是像黑社会,对不对? 很小不睡的时候都会像那个小黑社会,对不对? 别人也会想到中国有句话,是不应该说的,是什么?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对不对? 就是看到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多初恋的初恋的初恋的观念,其中包括这个时候,老鼠的儿子会打动,就是初恋的观念 第一人,道德神童,从天而降的道德神童,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十二岁时候,他知道什么? 他讲什么?我们看看他曾经十二岁讲什么? 当然,圣经人们不会说他小时候说什么,只有一个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只有一段的记载,这种地方我们来看看吧! 他在天后,在这个神的殿里面讲道的时候,哎呀!那么年轻就讲道哦!跟着这些人讲道哦! 然后那些人听见的时候,很吸气他的聪明和他们和他的应对! 你问他什么?人生为什么?人生从什么地方来?人去什么地方?他会回答! 你问那些神童,就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三个神童,有没有人可以点回答?回答! 言是从所合来到什么地方去?应该做什么?但是耶稣基督多应对! 那个回答应对很惊奇,这样很惊奇!所以圣经说什么? 他听听他的都很稀奇,他的聪明跟应对! 然后呢,他爸爸妈妈很着急去找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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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他! 哎呀!你知道妈妈都说我多么担心啊!爸爸妈妈都很担心来找你啊! 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说什么? 十二岁,他是道德神童啊! 他说什么呢?你为什么找我来,习不知道我应当于我的父母的社会业吗? 或者是发现什么呢?你习不知道我应当于在我父母的家吗? 他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告诉我们,妈妈,你不记得了吗? 我的生命是什么?你应当了解我跟天上的神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耶稣基督其实就告诉他,就不是! 那,当我看到这点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是什么呢? 我心中,刚刚在唱歌的时候,我也是有感动 当我感动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面真的是很深圳的震撼 他说,原来礼拜天,礼拜天是属于神的! 我跟您说啊,我已经是很多的教会,我一直都跟自己买了教会 他们也是很早就起那个军会,一直到一点都马上 因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他们知道是,礼拜天是属于神的! 当你知道礼拜天是属于神的时候,当你,好像我们刚刚第一首唱的英文歌一样,你看到他们永美的时候! 你的人生是蒙福的,你从来都不会,你从来都不会失望的! 我听你们,如果你看到神的永美的时候,你看到礼拜天是属于神的时候,你不会! 你不会!上帝不会让你丢脸! 因为在上帝里面讲得很清楚,祂不会让你做人的尾巴,让你做人的头! 所以,这个是我真的感动感,我听的时候我就听了这个 所以当时,约翰耶稣基督的那个爸爸妈妈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当然了,我们知道,对徒师说到耶稣基督跟爸爸妈妈回家 天天妹,上帝,那么我们说,道德神通,生命神通,公义神通,来到人间 耶稣基督是道德神通,祂本身就是道德的本身 祂本身就是圣病的本身,祂本身就是公义的本身 祂来到这个世界,那么上帝的意思是什么? 上帝的意思是什么? 天天妹,上帝的意思是什么? 耶稣是神! 上帝告诉我们,耶稣是神! 上帝告诉我们,祂进了人间,进入了人间,天天妹 祂给我们一个条件,凡是接待祂的,就是信祂的每个人 然后,神就赐给我们,全被做神的儿女 上帝是告诉我们,祂给我们允许凡是接待祂的,凡是信祂的每个人 祂就赐给我们,全被做神的儿女 上帝是告诉我们,祂给我们允许凡是接待祂的,凡是信祂的每个人 但是神的儿女啊,对不对? 所以,耶稣这个是绝对正确的,是耶稣基督人生的唯一的答案 是唯一的期望,只有一个,没有其他 上帝意思是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不要再自我欺骗自己,自蒙自己眼镜,乃是什么呢? 还牢牢直直投靠祂,这告诉我们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的人生如果加进,耶稣基督进去的时候 We are so beautiful, life is so beautiful 要为什么呢?耶稣基督把美好的生命带给我们 但我们知道最美好的生命是主人 然后其他的,其他的发财啊,坑通啊,喜乐啊 找个好老婆啊,找个好老婆啊,买件好物质啊,赚很多钱啊 那些都是副产品,这是他给我们的 但是主要的产品是什么?是救恩 所以我们按照主人,抓不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副产品 我们抓到副产品的时候,不一定拿到 那些主要的产品 今天你们上帝的计划是什么?这样 上帝的意思是什么? 他首先是吃个我们新的生命 然后呢,在我们这个 所谓吃个我们生命之中 在我们没有盼望的生命当中 绝望的盼望当中呢 这样也走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感到无比的甘甜 无比的甘甜,这是上帝的意思 好,那么耶稣基督阿里的意思 上帝的意思,他给上帝给我们 他要接近我们人的殿 所以然后他会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因为他救了我们以后 已成为基督徒以后 他要走进你的生命 做什么?做什么? 他要接近你的生命 把你心中的罪 把你那些污养的不好的习惯 好像推翻桌子 要把它推翻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圣经讲清清楚楚 什么?因为我们心 我们的身体阿 是神的点 神的灵是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圣经讲得清清楚楚 所以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意思是什么? 生命是为神而造 听听听听听,你的生命是为神而造 那么我们的生命目的是什么? 乃是建造神的家 什么意思?听听听听听,讲得很清楚说 你要为教会 贡献你的生命 教会不是一个建筑 你不要说为教会的建筑 厨房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乃是为神的家 神的家 神的家 神的家就是教会 教会就是你 你建造你自己 不是,不是一个扣寡 乃是 教会神的家 神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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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在一切所行事上 也要升级 所以 这给我们看什么呢 我们对付罪伤啊 我们的罪啊 我们的亏损什么地方 我们绝对不能一样留给魔鬼 半步的事 一点都不能留给他 人的生命 你的生命 你的婚姻 你的家庭 你的事业 你的生意 你的孩子 如果要复兴 要文夫的时候 怎么做 怎么做 一切的一切的一切 你要成功的话 你一定要这样做 一定要做什么 人当按照上帝该收的敬畏来去罢他 因为你们 我们都想想 到底我们有没有敬畏上帝 我跟你说 基督教里面的信徒 对于超自然的主人 上帝的敬畏的情度是很差的 所以上 耶稣基督来这个地上的时候 哭啊 流眼泪啊 你看看那些 另外那些 什么佛教 什么教 什么教 他们有没有 没有啊 他们有没有成长的话 为什么成长啊 当然他们的成长是 只不过是一个宗教导致他们下地狱而已 但是我们得到的是真正的 文夫的 文夫的一个区块 但是我们却不去罢他 所以我们要 真是 坚决方法 我是不是告诉你 也告诉我自己 你看 保罗在圣经里面整个说 神说的 神说什么 因为我是可谓的 所以你们要披此双切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神说呢 因为我是 我是可畏的 可畏是什么意思 你看以后 你会出很汗的 你会扎斗的 是可畏 上帝说 我是可畏的 因为我是公义的 你不公义 因为不公义 人要当受惩罚 但是我为你预备一个祝福 所以 神说你们要 匹齿双歉 所以很多时候 我很盼望我们这里弟兄姐妹 互相的鼓励 互相交通 互相的祷告 这是我的目的 弟弟妹就进来 有一个新的名词 叫什么 斗空炸工程 昨天我预备的时候 斗空炸工程 怎样 我翻译英语 查查这些 翻译 Jerry Poo Pojet Jerry你知道了吗 豆腐炸工程 豆腐炸工程是什么意思 豆腐炸工程 这些建筑工程 是偷空减量 这个本来是 杠金在里面的 放什么 放一些 这些竹片 哇好便宜啊 占很多钱啊 你看这个什么 这个 什么的材料啊 对不对 然后建筑材料是应该是 用石头 对不对 他然后放一些 书教章进去 对不对 不符合 图子上的规定 啊 建 偷空减量 对不对 然后导致什么 建筑 倒塌吧 然后倒塌以后 对不对 我们发现了 我们叫豆腐炸工程 对不对 啊 所以 中国大学们 继续在豆腐炸工程 一直不是 合法的存在 到现在还是 合法的存在 一直到有一天 它倒塌了 然后才发现 这个豆腐炸工程的 腐败的 是有腐败的 惨不而已 对不对 所以 冰冰妹 人心很坏 很坏 对不对 我正在想 为什么上帝 不让很多的 道德神工 在不同的国家 在不同的民族 在不同的时代 从什么提醒我们 不要去 丢豆腐炸工程 没有啊 这个点点没 没有啊 点点没 点的灵魂里面 有没有 豆腐炸工程 有啊 有啊 存在 存在啊 存在啊 有没有 那个 魔鬼啊 撒旦啊 一直一直在这腐败工作 一直一直在这 欺骗我们 首先在节目方面 啊 骗我们 把主要的 破的 当成是 副产品 把副产品作为 破的来 欺骗我们 迷惑我们 不但是在工程上面是 偷工减料 还有什么 偷天 换日 材料不合规矩 都当时是 骗我们 骗我们 所以 主要说 来到这圣殿 啊 就是 猜为我们什么 猜为我们 豆腐炸工程 啊 还有就是什么 做一个节征的工作 啊 是毫不保留的 是清洁我们心中的罪 豆腐炸工程 那个 那个都不知道 它工程是什么 啊 是存在我们里面的 骄傲 存在我们的里面的 欺负 贪 啊 啊 一路 他路 对不对 耶稣基督要我们把 我们自己交给他 天里面 现在我们在说 为什么耶稣基督 不把他自己交给我们 因为我们 不把我们自己交给耶稣 如果 我们自己交给耶稣的时候 他就交给我们 为什么 说的 如果我们把自己交给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会什么呢 我们就会在里面 我们心里面 所谓的 我们内在成圣 然后我们就 过这个圣洁生活 我们自己交给耶稣 如果我们把自己交给耶稣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要我们做什么 要我们从外表的侍奉 我们说这个宗教的侍奉 回到真实的心里面崇拜 弟弟妹 如果我们真的是把我们自己交给耶稣的时候 我们要什么 他要我们做什么 让他来管理我们的语言行为 让他来管理我们 不要 说是非论断 批评论断 乃是 教助人 说教助人的好话 弟弟妹 当你说话的时候 有个人就在里面 如果不能造就别人的时候 你就不要说 如果不会帮助他的时候就不要说 不要批评论断 弟弟妹 如果我们把自己交给耶稣基督 他要我们做什么 他要我们做 不要轻易的发怒 轻易的发怒 不要撒谎 不要虚伪 让耶稣基督的生命 从我们生命里面流露出来 弟弟妹 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耶稣的时候 他要我们做什么 人生观 价值观 生活习惯 都要改变 弟弟妹 这这话好像是理论不是 你就照着去做了可以了吧 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耶稣的时候 他要我们做什么 做一个真的祈福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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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做真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要尝尝的更运人心田 天弟妹 最后我们用这个节的经文来集出我们今天的聚会 耶稣说 我是真皇桃树 我父是灾备人 凡属于我不借伙子的知识 他就捡去 凡借伙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让资子 借伙子 更多 如果不借伙子的时候 圣经说什么 耶稣说什么 点点的 耶稣说 他就捡去 凡是借伙子的 凡是借伙子的 什么 他就修理干净 修理干净为什么 让资子 借出更多的伙子 点点的 有没有想过 在我们生命当中 是什么东西 让我们活不出一个真基乎徒 让我们是什么东西 让我们不借伙子呢 因为他 耶稣基督说什么呢 他说 后来第四节是什么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的里面 资子 越不藏在葡萄树上 资子就不能借伙子 你们就 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 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资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样就会 多借伙子 因为你的我 如果我们离开耶稣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越不坐在 不藏在我们里面 就好像 资子丢在外面 不看 人就捡起来 把弄的活能 烧掉了 听见没 要我们做一个真正基徒 基徒 什么意思 把你资子 交给耶稣 最后我自己 接近我很想 你们再看一次 当耶稣在 主罗斯兰 过月节的时候 很多人看见 他所行的神之 就信了 他们的名 信了他们的名 耶稣基督 却不 把他资子 交托他们 因为他 知道 万人的 所以你们最后结束着好像我刚刚开始说 说了一句话 想想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把他资交托 万人 是什么意思 到底我们做什么 或者是我们没有做什么 耶稣基督 不敌我们 很多时候耶稣没有敌我们 我们以为 是 七分之而已 所以你们 对不对 这是我今天跟你们所说的 让你 盼望你 天天 把资子 交托给 主耶稣 愿神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读 这句话好不好 我 我一定 不可以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天天把自己交托给主耶稣 很难做 他天里面 求神帮助我们 最后还有一句话 这句话我讲了 一万篇流了 神是存在的 那么 你对 那一位 深深知道 他存在的神 的回应如何呢 回应如何呢 你的回应 决定了 你自己的价值 人 是神 归恩 人的价值 决定意 人 对神 如何 反正 我们一起来读 父神 我们在这里是 求你 帮助我们 这里每一位 让我们这里每一位 都把我们 这只 交托 给他 不是 这个是难题 这么个难题 很多时候我们 受苦 受难 我们 在我们的 人生当中里面有 那么多的 挣扎 那么多的失败 那么多的失望 都是 乃是因为我们 不把我们 交托给他 不是呢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 回教会就好像 当年的那些 垂 垂虫一样 来看耶稣 信耶稣的名而已 他们都是 跟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今天的救头一样 摸摸耶稣的衣服 得到耶稣基督的能力 得到耶稣基督所赐的 平安 就离开 就离开 这好像当年的 你意好的 不管是 麻风跟年 不管是下颜的 意好多少 但是回来呢 只有一个 两个而已 祖神啊 我在这里 感谢你 因为你把我们当中的这里的 灵魂带了回来 让他 听到你的话语 让他们都看到 你的伟大 还有是 你的慈爱 是如何 你的慈爱 会天高 你的暗点 比世界上最保贵 最保费的财富 更加的保贵 你的 圣灵 对我们来说 是灭魂的重要 如果没有祂说 我们根本都不会明白 你所说的话 祖神啊 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 从这里开始 那么我们就会得到 其他的 不产品 我们得到 喜爱 得到 其乐 平安 所以要我们来时 我们得到 救恩 祖神啊 却可以帮助我们 灭魂的时候 我们的交通 还有是我们的灵魂 祖神啊 祖神啊 我们今天到的是 奉耶 所祈祈祈祈求 Amen 神祝福大家